南无阿弥陀佛 我今见闻得受识 愿解如来真实地 阿弥陀佛 我们上次的讲座 采在释说 释教释中的释说 五痛五烧 最后的总结教会的这一部分 那么在上一次的内容里边 我们看到这个 释迦释中告诉我们一个 非常简单的因果势力 这种因果势力 这种现象来说 就是从文字的层面 可能每个人都能看得懂 但是从要是去深入地去领会 里边的意理 深入地去相信 并且要把它 落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这个是需要我们在 每一个当下 善加起查我们的念头的 那么释中在上次的文字里边 我们看到简单地说了 因果道理的几个 二十四个字 善人行善 从乐入乐 从明入明 恶人行恶 从苦入苦 从明入明 他这些字 字面来看似非常简单的 那么善者的人 有善心 有善言 有善行 在行持的过程中 首先 首先他当下 他的身心是幸福快乐 那么他未来的走向 是从光明 进入光明 就是说他的人生 是不断地上升的 那么恶人行恶 他当下 他的身心是煎熬的 是痛苦的 那么他未来 他生命的去向 是从明入明 从黑暗 进入黑暗 这些简单的来说 你看这个文字很简单 意义也很简单 就是从逻辑推理来说 这个小孩子都懂 这个你做善 然后呢 你当下心情是亏乐的 以后你的人生是上升的 作恶 当下心情是难过的 痛苦煎熬的 以后人生是下沉的 这些我们看 佛在2000多年前 有这样的教诲 在我们今天 我们看到这些 各种各样 这些医学上面的验证也好 科学上面的验证也好 它也是如此 就是我们 人在行善 做善的时候 应该就是前几年 像哈佛大学的 公共卫生学院 还有威斯康辛大学的 健康心理学院 他们的研究 我们在做善的时候 我们的大脑中枢神经 自然而然会 风靡一种 非常天然的化学物质 就是我们大脑 风靡一种物质 这种叫 安多芬的物质 这种物质呢 它的作用 和我们人造的马飞一样 或者是和鸦片有点相似 就是让你 它有正痛的作用 但是马飞一样偏是有正痛 它有成瘾性 我们风靡这种物质呢 大脑里面 就是说神经风靡这种物质呢 它也会让我们成瘾 成瘾是什么呢 你做善 就一直想做善 因为它能让我们愧乐 心情愉快 心情舒畅 那么作恶的过程中呢 它这种物质呢 它就会受到抑制 它风靡不出来 风靡不出来呢 它内心里面 它产生的愉悦感 那心里面也没有这种自我肯定 也产生了自信心 然后呢 它心情就是灰暗的 那么它作恶的过程呢 它本身也是痛苦 就是说 从这种 现在的科学实验证明啊 这是有 真正实实的这种 物质化的东西能够证明 你真的做善 所以为什么我们看到 有些行善的人 他一开始做以后 他又一直会做下去 做一工活动啊 他一直会做下去 他能做得下去 就说明 他心里面 他想做 他去就时 他在这个做的过程中 他自己感受到利益 感受到快乐 感受到滑血 喜悦啊 不然的话 他做得也很痛苦 他做得很无聊 那么从这个社交能力来说 这个做善的过程中 本身也是增强 这个一个人的这种 和社会接触的能力 就是说 他的这种孤立感 无缘的这种感觉 会非常的少 他感觉这个整个社会 和他是融为一起的 互相是能够支撑的 做善的过程中呢 他这种 从心理状态上来说 人的自信心会越来越足 因为这个 这也是很正常的一种现象 你这个善人一般出去 虽然说有时候有被人 有非议啊 或者是有被其他的北方 但从他自己心里面来说 他觉得我做了 不管他人怎么说 我身正不怕眼泽血 我做得依旧是很开心 这你看在儒家讲 这个君子坦荡荡 小人长气气 就是你这个 有君子之行的人 他这个心里健康的人 心里光明的人 他一直在为大众做事的人 做善的人 他心里别坦坦荡荡 他心里他生活得非常愉悦 这种背后 一直在这种 这种君子背后 就是做小人的 常拿这种暗电商人的 讲这种讲四非的 诡谤他人的 他心里就是充满了忧愁痛苦的 他心里首先他是不高点 不开心的 这也就是我们看到这些 为什么这种做善之人 他越来越我们看 他的面相会越来越好 我们本身来说 我们说他的磁场 你感觉越来越安详 越来越稳静 作恶之人 他的面相越来越来看 因为他心里边 他是一个从黑暗 进入黑暗 本身就进入不安的状态 所以我们看到这些 像这些层面来说 佛在这里一直在 不断地教导我们 这其实对我们来说 是一种非常好的这种劝勉 我们看到这些佛从开始 一直在无聊寿静 尤其是下卷的时候 从上卷到劝大家求生净土 到下卷劝大家指恶行善 这种劝勉可以说是 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 这个不断地重复 不断地重复 那么这些层面 尤其是我们一般 也是总觉得说是这些大恶 我不要去做小恶 可以不断 没关系 那其实来说 你和这个小恶也不能做 这种从儒家的层面来说 还是从我们看到 这些南川的法聚经 也好 阿开利便谈到的也好 小恶它激久了以后 它足以毁灭我们的身心 就是说足以把我们 从这个人道里边拖出去 就像那个水 你一滴一滴一滴 你看你拿一个桶子那边 一个晚上滴下来以后 你平时看不到 但是一个晚上也能够滴 满满的一桶 一生里面如果说是 我们这些小恶不去注意的话 那一生滴下来以后 那就非常多了 物以小恶而为之 物以小善而不为 这些都是主将 或者是刘备的话 刘备金柱他的儿子流传的话 在诸葛亮的出私表里边 也就写到 就是做人的 就是秀生养性的一个基础 就是从这种子小恶 行小善开始 小善你看到一点点的善 你走出去以后 让一个人也好 或者是你在车上 让一个坐也好 就是你见面不认识的人 你给他一个微笑也好 这都是小善了 慢慢积累的话 对他人是有帮助 对我们也是有帮助的 那么这些是我们上一次的讲座里面 佛陀提到的内容 那么我们把剩下的一些内容 学习结束以后 我们再回过头去 把这个世家世宗对我们这个世界 这些众生的摆态 尤其是我们的仇态 这些著称著称的分析 我们再回过头去再回顾一下 然后我们再学习下一个章的内容 今天是我们第74条 大家可以看到 建文的第237页 最后一页 这个前面的文字里边 是从讲到这些不修善的人 不修善的人 他自然随着这种因果的规律 他会转入恶道 那么转入恶道以后 当然这种果报就会非常的苦痛了 那么就其原因 就其原因都是由于 他本身对于自己这种贪嗔 吃卖这种欲望的放纵 也有贪着才色 并且他本身对于贪嗔 吃这种欲望的放纵 和贪着不舍 也不能私会 不能去帮助他人 不能去不思 那么我们这上次也谈到是 不能不思 是因为他反正他这种我执生见 或者是对我所 我所得到的这些一切生畏之物 或者是他的这些生灵 功德等等他的执着 执着不舍 我们讲这种回向 就是回想向大 回自向他 把这种功德 回向给他人 就像点灯一样 我们的功德不会失去 并且呢 这种功德会回向越来越多 那么有些人得到一些功德 以后他的坚贪不舍 深怕别人把自己的功德分过去 就死死的守住 不仅仅是对于这些 守作的初世间的这些事业 也是如此 所以世间的事业也是如此 都说明他本身这种 我执思非常深重 才有这样的不作善 才有这样的非常贪着 自己对自己的欲望 非常的这种支持不舍的 这样这种态度 那么这样他本身就是被吃欲所破 这个也是上一次经文 就被这种愚痴的欲望所驱使 所奴隶 就是自己变成欲望的奴隶了 然后随心思想 自己又是在自己的世界里面 总是按自己的逻辑思维 这就是这种一般我们看这个真子的思维 和小人的思维 它完全是不一样的 正常人的思维和不正常人的思维 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你看这个我们前几期还有一报道 这个就是有一个年轻不小的人 三十多岁 母亲攻击他 父亲已经去世了 母亲攻击他读完大学 甚至读到马斯特的学位 三十多岁 快四十岁的人 但是没有做过一切从他家里吃饭 所有的一切都是母亲在供养 那么一天到晚去很早 母亲去拿钱 那么母亲也是已经年纪很大了 七十多的人了 拿母亲的攻击金 那么母亲为了让 因为他对儿子的爱心 又去巴塞里边去做那个收完工作 一个月拿一千都可以 那然后去 他还去 要是母亲不给他钱 他就去打他的母亲 那人家都很奇怪 说你怎么会有这样这种行为 他这个思维就是随心思想 按他的思维 那这个他生下我都要养我 大家都说你都这么大年龄了 你完全可以自己 你母亲这么辛苦 跟你读书 你读到这么高的学位 所以我们看到这些 知识学位高 不一定他能够做人 会做得透彻明白 他的思想里边就是 母亲所做的一切都是应该的 那他找母亲去要钱 送母亲不给他 他还打骂母亲 你这个钱要留给谁 你的钱不都是给我的吗 所以这种思维 就是正常人的思维 这些被吃欲所迫的 所驱使的这种众生 他这个思维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种猜疑心重的这些众生也是 他看了一点点的小现象以后 他都会编造一个非常完美的故事出来 去越想越深越想越精彩 不管别人相信不相信 他自己先相信 这个是真的 其实都是他想象出来的 自己现在自己所编造的世界里边 无法处理 那么最终的结局就是 烦恼劫福 无有解义 最后就是被自己所造的世界 自己这种厚重的烦恼 所营造的自我封闭的世界 所防死 永远没有办法处理 那么像这一类这种 以自我为中心 本身这种各种欲望 又比较重的众生 他这种后极正立 后极正立就是 我们经常在儒家里边都讲要 言以虑极 宽以待人 但是在这一类众生里边 它恰恰是相反的 宽以虑极 言以待人 对自己的要求化得很低 化得很快 对别人 盯得很紧 这是别人的一言一行 他都拿尺子在量 那么自己的一言一行 所做的一切呢 他是装作看不见 做恶他也看不见 所以这样就是 如果说他要是 一切都是 以自己为中心 一切都是 看到这些问题 都是别人的问题 这些错误发生以后 也是别人的错误 想方设法的退卸责任 从来不会去反思自己 从来不会去 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那么这样 正立 正是 争的意思 钻营的意思 前面我们已经讲过这个字 那么就是你要 他因为这样 他以自己为中心 他要赠名 要争利 要争权 要争地位 甚至在一个团体里面 要抢功德 抢功德 这都很正常 别人做的 也变成自己的 这样结果呢 结果呢 就是和他人之间 有证就有口角 有证就有勾心斗角 有证就有各种各样的造谣 会放 也就很正常 所以呢 他是因为他把自己的利益呢 凌驾在他人之上 所以后期 一切都是以自己为中心 一切要自己先得利 自己得到最大利益 把别人放到最后 甚至呢 别人有一点点的利益呢 他都要抢过来 或者是别人所做的事情呢 他都要对盼人说 这是自己做的 那么起这样的冲突 就非常正常 无所醒路 就是他所作所为 这个醒路 醒是反省的意思 反省的意思 路呢 这个反省是对自己的 不错有反省 路呢 就是对善行 有记录 这个路呢 一般 一般说是记录在英国里面 或者是 我们在常常说 会说是 天地鬼神的有记录 有涉录 那么无所醒路呢 就是他 看到这些 的一切的这些错误啊 都是别人的错误 从来不反省 自己发生事情以后 自己眼睛所见 全部都是别人的 别人的错误 有了这些利益以后呢 他都去争 去抢 去争 去抢 那么对自己的言行呢 也不忏悔 也不反省 甚至来说 他就没有任何的这种 羞耻之心了 还自以为是 所以呢 这样的行为啊 这样的行为 就完全是 与佛道相违背的 这个不要说是 与佛道相违背了 就是与儒家那种 正人君子的行为 都是相违背的 就是把所有的错误 都推给别人 所有的正确的东西啊 都认为是自己的 所以他在他的概念当中 概念当中是 从来是不反省 这也是你的孔子 为什么说是 君子要求助己啊 小人要求助人啊 就是说 这个君子常常是 反思自己的 求自己就是 要求自己要怎么样 小人呢 总是要求别人要怎么样 这就是正人君子 和一般的小人 直接的差别 这也是佛告诉我们 我们佛弟子 应该行持从哪里下手呢 是从自己 修正自己的行为下手 不是说是 老是盯着他人的错误 他人错误 他人有错 也是我们有错 也都是我们自己 严重的显现 那么无所行入 就是对于自己的这些言行 错误的言行 不去反思 不去忏悔 对于这些善的行为呢 又不去 从来不去助长 对别人做的善呢 从来不放在眼里 那么我们就看到很正常 就是说 他的恶就累积得越来越多 善呢 没有一点点 我们看这个 经常我们说是 佛教的我们要 诸恶莫做 众善奔行 自尽其义 像这些他是 诸恶全做 众善不行 也不尽己义 所以呢 他不反省不忏悔 也无羞耻无底线 所做一切都是恶行 那么富贵荣华 当时愧意 不能忍辱 不修善 所谓是无疾 谁以磨灭 富贵荣华就是说 他俗世 还有这种福德 所以呢 感召他现前 还有这种富贵可享 还有地位 但是呢 由于这种 自我没有这种 礼让他人 自我没有这种 修善的意识 以自我为中心 这种意识又太强 所以所做的一切 都是 诚意识之困 这就是我们说的 他这种 所有的身口 一言行 都是被情绪 所支配的 不是随送 佛的教导 或者是不是随送 智慧的 这种被情绪 所支配 身口一言行 被情绪 所支配 这个人的行持 人的言行 就比较可怕 他假如说是 这个称赫先生起来 基督先生起来 称赫基督 生起来以后 他肯定 他要出恶言语 因为他不发出了 他难受 出恶言语 或者是诽谤的言语 去伤害他人 这种贪欲 心生起来 他肯定想得到 这些财 或者色 或者名 等等 如果说他得不到 他也很难受 在他得到的路上 任何阻碍 他得到的那些人事物 他都想把它残除掉 这种愚痴的心生起来 对于不信英国的心生起来 他这种行为造作了 完全是没有底线 都是诚意识之魁 完全是随从自己 这种情绪化 随从自己的感情做事 不能忍辱啊 像对这一类的人 你要对他去谈忍辱啊 那是等于是对牛团去 所以这个忍辱啊 所以我们在前面 我们看佛图看到 因为忍辱是修我们的心的柔和柔顺的 那么忍辱才感到 我们的身心是柔软的 心是柔软的 身体也是柔软的 那么不能忍辱呢 他就是心是刚硬的 身体也是刚硬的 刚硬的 他身体也就生病了 心里也就生病了 所以这个忍辱 大家不要把它 总是作为一个负面的东西 那总觉得这个 忍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 忍是一件很没出息啊 忍是一种好像很懦弱的人做的事情 我们要知道 在这个时代 你能够忍啊 这是要很大的能力的 忍别人打骂也好 忍别人诡谤也好 这个能够忍啊 这说明我们的心量是非常宏大的 我们能够忍下来 还要能够把这个忍在心里面的东西化解掉 不要硬什么 但是有些是忍成泪伤啊 强忍强压下来 结果了身体生病 那想办法化解掉 这个需要我们用慈悲的心啊 用同理的心啊 同情的心啊 就想想这些人呢 他打骂我们也好 诽报我们也好 无非是愚痴嘛 他们所造作的恶业这么重 以后这种果报也是非常厚重的 非常严重的 你要是想到这一点呢 你觉得也没什么 你以这种真的是以怜悯心去做这件事情 这样你这个心会越来越柔软 越来越柔软 这个心量去越来越大 所以我们这白忍成精啊 这个越忍啊 这种信仰越高啊 内心里面这种地下大海一样 任何的风浪都不起啊 这样慢慢的定力也得有了 有了定这种智慧的有了 所以这个 这一类人他是不能忍辱啊 就是因为他一切都是以情绪化 以情绪化都是为了自己 成一时之快去做自己这种三业 他也是不会去修善 那么结果就非常明显了 威势不及随意向你了 那么不修善 又越富贵越吝啬 越非常的健康 然后呢 一切又以自我为中心 没有依善能够支撑他的 生在这个世上的行为啊 所以呢 他本身原有的这些富贵融化 这就是银行里面的存款 很快就用完了啊 威势就是他的权威也好 他的势力也好 他的地位也好 他的财富也好 很快就随意磨灭 相散磨灭 那么相散磨灭 人每一个人我们知道 如果是有善人都有善神在护持 那如果说是我们持戒 都有佛佛萨在身边常伴我们 尤其是念佛之人 他这种恶做恶之人呢 如果说他一直这样做恶 佛佛萨也远离 善神也远离 善人也远离 这种人应有的这种磁场和事 他就完全不见了 所以他自然而然这种恶神就围绕 就得空而入 他这种本身人的这种气息 人的这种各种各样 我们所能观察到的位置的形象 就会越来越弱 越来越长 所以他都是因为 他本身都是因为他的福报 他过去支撑他的福德 都渐渐都失去了 失去了 当然这种恶意就很自然的 就出现了 好 那么身作劳苦 久后大居 千道持张 自然纠绝 当这种善神 当这种佛佛萨都远离 这种恶人 恶神 恶鬼围绕的时候呢 那这个时候 他原有的这些福德 不足以再能够支撑他 那么他这种各种各样的果报就现前了 这个身报 这个身报 劳苦啊 就是身体上和精神上的痛苦 这个指的是现实报 现前的花报 那么这种 这个做 这个就是我们前面一遍也是多次 学习到这个字 做就是做罪的意思 就是他要接受他造作诸多恶业而感召的现前的画报 那么如果说他有违法的话 肯定要受到法律的制裁 要有牢狱之灾 本身啊 这个如果说他造作各种各样的这种口译啊 或者是其他的这种心理上非常这种 那么他这种疾病啊 这样也会就会突然就来临了 那本身他这种生活也会过得会非常非常的穷穷了倒 由于他的言行 言行呢 他在有威势的时候啊 他身边聚一帮恶人 我们知道做恶的人 他也是身边也会有这种小喽喽聚在一起 小喽喽一般也都是冲着他的钱来的嘛 冲着他的势来的嘛 但是当他那种钱财势都逐渐要消灭的时候 或者说是已经消失殆尽的时候 输到护冲散 那这些人都跑掉了 那么他也是一个人孤零零的 那么如果说他本身他造作各种各样的恶业 本身善人都是一样的他 造作各种的口译 他造作的时候很觉得很痛快 但是当大家发现这都不是事实 完全都是骗人的时候呢 他也是会被大家鼓励 这都是非常正常的现象 虽然到这个时候 这种劳苦就是身体上和心灵上都要遭受极大的痛苦 那极大的痛苦 这个还是现前的果报 那么现前果报结束以后 九后大局就是来报以及后报 来生的报应和后世无量节的三恶道的果报就有无量而变 那这种果报并且是越来越剧烈 加剧就是力拱力 越拱越大 那么后面说 那么这八个字我们要举议 这其实是佛的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天地用行的秘密 天道我们在这里可以把它理解就是英国用行的规律的意思 吃张有吃有张 吃是松的意思 张是紧的意思 那么松紧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报应它是有缓有急的 有些如果说是有些人做这种非常巨恶的这种恶意 恶因 那么他的报应会来得非常快 这就是张 就是来得快 如果说他做的是小恶 小恶呢 这个报应来得慢 叫缓 叫吃 所以呢 天道吃着就是有些报来得快 来得距离来得大 有些报呢 来得缓 我们看到你看这个佛在世的时候 那个山仙地球啊 提伯达多啊 那都是生生堕地狱的 你看在这个 加剧罗伟国 还有在秦阳金蛇 那周围都有 到现在还有一个大坑啊 就是提伯达多多地狱出啊 这是现实的这种果报 它是非常明显 自然纠举啊 就是这个天地用行之道 因果用行之道 它有纠偏 纠错的功能 这就是我们古人 为什么讲这个人可欺啊 天地是不可欺的 不能去欺负的 就是善人有时候这个善良的人啊 口拙的人啊 软弱的人老是被人欺负 但是呢 因果规律它是不会欺负这些人的 因果规律呢 会给这些人声张正义的 所以呢 纠举的就是纠偏的意思 纠正的意思 举呢 又是彰显的意思 就是因果会把这些现象 大家认为啊 这个人被欺负了 然后呢 他本身没有能力 没有能力去这个和人家去发言 去这个对抗 但是呢 因果是不会放过他的 因果会给这个人声张正义 然后呢 欺负他的人呢 会得到相应的果报 并且呢 会显现给大家看 就是因果会展示给大家看 这个从孤岛境就太多了 太多了 那么从这一点上来 说的是在这里 佛告诉我们这个天地之间 这种用心的规律 一切他都没有超出英国法则 所以英国他从时间上来说 他有持续性 从过去到现在到未来 从空间上来说 横遍释放 释放所有的刹徒啊 所有的宇宙啊 法界了都在他之内 那么英国呢 他有他的公正性 不要说是现前这种善人被欺负啊 但自然会有这千道事章 自然纠绝 他自然会救骗 英国他人也能够彰显正义 还有他的公平性 所以呢 通过这些自然的英国法则的用心 这个天地之间这种 才能够保持这种平衡 天地之间这种善道和恶道 这种才会有相应的 严丝合分的这种相应之道 善人肯定在善道 恶人肯定是要进入恶道 如果说是他做这种十恶业 他这种堪称之具足的 然后说他想要去生在天道 或者生在三善道 那不可能的嘛 如果说是这个人是行实善业 非常直接 非常经验 或念佛的 或者是行不思 各种各样的功德 做得非常精进的 他也不可能像恶道 所以呢 这个自然的天地之章之道 自然的英国之道 他会给我们这个做善的人 做善的人 做最大的靠善 让我们做善做得很有信心 那么也给嫌恶的人呢 一个最大的警告 就是说你做恶 肯定会有恶报的 好 刚为罗网上下相应 群群逢种当入其中 古今有事碰在可上 那么这里还依旧是在讲这个 因果报应之道 因果报应之道 所以佛在这里 含这些简单的这些字啊 可以说是把因果报应的法则 是谈得非常的详细 刚为 我们看这个刚为 本来这个刚和为啊 在古代都是绳子的意思 就是这个东西散开了 用绳子把它绑在一起 让它不要散开 那么后来呢 就把它引申为这个就是一个国家的法律和制度 国家的法律制度 这是维护这个国家用转的 这是刚为 你看在我们传统社会 我们为什么谈这个三纲 五常谈八德啊 三纲啊 中为成刚啊 复为子刚 复为七刚啊 要忠啊 要信啊 要顺啊 那么这个是刚 就是刚要 列出来的刚要 这是目标 那么用什么去维护它呢 用五常 仁义理智性 用八德 孝提中性 离廉耻 所以刚就是一个大刚 总刚 我们今天是这个刚 就是一个国家的制度 刚就是宪法 唯呢 就是其他的各种各样法律 其他的各种各样的社会部门 教育部门啊 这种卫生部门啊 各种军队啊 等等 他能够维护这个刚 他能够用作的 这个叫刚为 那么这个刚为 在佛法里边谈刚为 就是叫罗王 刚为就是指的是 大的共业和别业 这个在维世里边 我们谈叫影业和满业 什么叫影业呢 影业是引导我们进入哪一道的这种种业 这个是 假如说我们守护界 进入人道 此时善 然后进入千道 这个叫影业 这个是刚 满业呢 那么你进入人道 人道里边千差万比啊 各种辅射 各个国家 然后各个家庭啊 家庭的富有程度啊 教育啊 智慧啊 项目是不是圆满啊 六根是不是具足啊 智商是不是正常啊 这都是由为所决定的 就是由满业所决定的 总的供业 还有别业 供业就像假如说 我们这一个国家里边 这个都是刚好 那么为呢 就是别业 但是每个人的果报又不一样 那么在佛法里边 还谈一个叫定业和不定业 定业就是肯定要遭受报应的 不定业呢 不一定 定业和不定业怎么去区分呢 做这个业的时候 我们的心念是什么 是在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比如说是这个要 这个在亚瑟斯的撒生业 他在撒这个东西之后 真的是起了杀心 想一下把这个动物也好 人也好 想一下把他杀死 这个是叫定业 肯定要感受过报 那么不定业呢 就是他在行这个杀生业 或者是行偷盗业 他是无意中的 误伤 完全是不知道 会发生有这样的事情 或者讲一句话 无意中把人家伤害了 这叫不定业 不一定受报 也可能受报 但是定业 一般我们知道 在南朝佛法里面 谈这个定业是不可转的 就是你造下以后 肯定要受报应 肯定要造出果报 但在大成佛法里面 一切业都是可转的 定业 定业怎么要去转 忏悔 就是我们造了这 如果说有造的大的恶业呢 自有制成的发怒忏悔 向大众表辈 自己说 做过什么是要事情 然后呢 自成的向当事人忏悔 如果说他原谅你 那说明这个业就转过了 如果说是 一直把它敷藏 敷藏掩盖 以为他人不知道 那么这个果报的又变成定业了 所以这个定业比较高 为了不定业比较为 所以从大的来说 这个隐业叫刚 满业叫尾 这个供业叫刚 别业叫尾 罗网呢 就是这个大小果报 刚才谈到这些果报 有急 有缓 那么我们知道 又有大又小 因为非常维系 我们经常说的这个 千万灰灰 疏而不露 你看到好像有这个油捧 但是呢 没有一个罗网之一 就是因果的用心呢 没有一个人可以露掉 没有一个 或者是九法界里边用心的 一切众生可以露掉 都在这个因果大王之内 那么都在因果大王之内 他感到的果报就是 上下是相应的 又很正常 那就是造作善业 肯定是会上升 善业里边的上品善 那肯定在千界里边 或者是他感受他的果报 这种身体 身体的相贴 相貌等等 就非常的殊胜 那么相应的恶业 那肯定在恶道里边 恶道里边 有些称赫心中的 就千千万人的打架 或者打人 或者被人打 没一刻思安营的 那么出生道里边 九二三恶道里边 曾经也过去修过一些福 在这称赫心中修的 也有福报 但是这些福报都要吃福 越想越愚痴 所以这个上下 其实上下 只是一个大的纲要 但是这个因果相对应的 这个上里边 又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差别 下里边 又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差别 这都是因果报应的法则 群群种种当入其中 这些赞助恶业的人 在这种因果大王面前 在英国大王面前 当这种果报献前的时候 他这个时候就非常的惊慌 群群同 有个成语叫群群记立 形影相较 就是非常孤单的意思 到这个时候接受果报的时候 果报献前的时候 你不可能是找一个别人 你去带我收报吧 没有人带你收报 所有所做的意 都要自己去承担 种种就是非常惊恐的样子 看到这种地狱境界的献前 恶报境界的献前 自己已经是完全惊慌失措 不知道该怎么办 但是这个时候当入其中 就是他不由自主 被这种业所推 被业所牵 自然而来就进入到恶道道中了 那么像这种现象是 古今有事痛贼可杀 这种现象是过去有 现在有啊 未来依旧有 古佛 人灯佛的时候有这种现象 释迦佛有这种现象 未来弥勒佛还有这种现象 所以呢 痛贼可杀 就是佛把这些 古恶 古痛 古烧这些现象 讲诗 讲解书以后呢 就发出这样的哀态 是非常非常的悲痛的 非常非常的脸人伤心的 好 这些是 都是这些文字 是佛对于 前面这个 古恶 古痛 古烧的总结 那么我们现在再回到 前面我们看这个 当释迦世宗在告诉 弥勒佛萨 那这个如果你要看金融的话 是在180页 当释迦世宗告诉弥勒佛萨 以及与会的大众 所以极乐世界这些 菩萨和身人 他们的功德智慧 是非常的不可思议 那么极乐世界的国土啊 是非常的微妙 安乐 清净 无然 在这个环境里面 都是修道的助道因人 没有毫发之恶 但是呢 众生呢 是还是不愿意去 或者呢 也有想去的 但是这个世界的一切都放不下 那么放不下的不仅仅是 已经得到的财富地位啊 自己的名誉啊 等等啊 自己的房子啊 等等啊 还有自己的这种恩怨情仇 所以呢 佛在这里要 对我们这个世界 做一个非常透彻的分析 从182页开始 就来分析我们这个世界的众生向 众生向 先有贪 后有撑 再有吃 贪成吃分析结束以后 再讲五恶 五恶我们知道 这个展开都是十恶 那么认清除我们自己 认清除我们自己这些本类面目 不要说我们的本类面目是什么 我们的本类面目就这么承诺 认清除以后呢 然后才会对我们自己死心塌地 才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 要再混下去的话 未来要处理是没有希望的 肯定是从敏入敏啊 越走越黑 好 我们看在182页佛坛 我们这个世界众生的 第一个毛病 贪婪 贪婪成病 共争不及 所以我们这个世间的众生都是迫于人情事故 这个在西方确实里边 绝密妙性的众生还说强顺人情 免旧事故这八个字啊 耽误了我们一生 这也是我们经常所说的 说是这个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 这个世界上不是说我们不想做事 环境没有办法 我们必须那么做 被人家所迫 但是呢 如果说是我们总是随送这个世界 随送我们的习气 随送我们的恶业 那么我们要处理是永远没有希望 所以这个时候都是 大丈夫要用力一搏的时候了 那么共争不及之事呢 就是从早到晚啊 一生当中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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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争来抢去的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 啊我们我们想一想 在这个世界如果说除了生死是大事之位 这还有什么事情是大事 但是这些事情呢 我们一天到晚就把这个钻在里边啊 搞得是津津有味 啊这个本前搞 晚上搞年轻时刻搞啊 到年老了还在搞 啊永远不知道出投资日在哪里 啊这个我经常用一个比喻 说是未典这个房子已经着火了 啊就像我们生命已经到了尽头了 随时都有可能要死了 但是呢房子里边这些兄弟姐妹在抢彩彩啊 在封这要封这个要封那个啊 这真的是毕乐 那么我们的人生也是这样 这样就真的呢都是身为之物 那真的呢都是与生死大事无关的事情 那么尤其在这个巨恶极苦的时间 啊这个是对于我们这个世间 从根本上做了一个尽性 那不要以为我们这个世间真的是啊 啊愧乐之地啊 啊不要以为我们这个世间真的是我们可以营造一个一方小净土啊 啊啊是绝对不可能的 那最啊 巨恶极苦啊就是非常的饿非常的痛苦 那因为一切的这些非常快乐的事情啊 我们认为有意思的时间它转眼就变成苦了 那么尤其我们看到现在这个时间啊更是如此啊 各种啊我们现在气候的极端啊 甚至我们看到最近最新的啊 这个是很洋生物基本上现在全部都被这些塑料 啊plastic这些东西微塑料微成污染了 人体东西放生后全部都死 人体的分辨里面全部都检测出于有这些塑料的威力 那么这个对于我们的肾脏啊 五到六个东西有损退的 所以我们现在为什么看到这个疾病有这么多 嗯 那么像这样这种世间的这种苦相啊 啊我们都没有体会到 寒贼里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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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这个投杂的里边不知道出来啊 一心想的是什么呢 第一个尤其是啊 因为我们这个世界是否成功啊 是否成功啊 大家是看你有没有钱啊 啊 把钱财作为一个衡量 这个人是否成功的标准啊 啊所以那个牵下息息结为利了 牵下让让结为利法啊 啊那穷贼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老师无人问啊 富贼生下有远亲啊 啊都是大家都是为了钱在转 那么这种对于财富的追逐啊 不仅是这些啊 啊这个这个毫富的人啊 啊还是这个没有地位的人啊 啊不管是这些贫穷的人啊 啊还是这个成年人还是男的还是女的等等 都想发财 那都希望自己的财富后面能多一个零 多两个零多三个零 啊 但是呢 当这些财富得到了以后呢 怎么样呢 十有一夫少一 刚得到的又觉得不够了 啊 希望更多一点 啊 啊有事少是有其等 别人有的我也要有 啊 别人没有的我更要有 显示出我特别嘛 所以我们看到有些国家那些什么 这些元首的夫人可以啊 几十万的包包可以有几千个啊 她只有一个肩膀啊 只有一只手啊 啊 你要淋多少个包包啊 她手里面 所以这种财富啊 这种贪婪啊 造成的这种对于人心性的侵害啊 就非常的重了 因为从这个追逐财富的过程啊 到守护财富 以及这个财富相散的过程 其实都是充满了痛苦的 那追逐财富的过程中 他追逐啊 他这种钻营啊 这种奖劲脑啊 啊这个是过程是非常辛苦的 那么得到了以后想保有献切这个财富 财富保值嘛 啊 不要它贬值嘛 那就想更有外的方法 但是一旦这个财富失去以后啊 啊 所以呢 这个从整个的财富绝取啊 到财富消散的过程都是充满了痛苦的 但是佛告诉我们一个真相 财是水啊 财是通嘛 啊 就是它是流通的 你肯定是守不住的 你俗世有这种不私的功德啊 俗世有修各种各样的福钱 那么有财富是很正常的 如果说俗世没有这样 这经事也没有修 你肯定是留不住的 得到了以后甚至有些人我们看到啊 赌场里面赌一把啊 突然发一笔大财 横财啊 很快你看到得没有了 啊 或者被它挥霍掉了 或者是突然之间啊 这种各种各样的这种啊 操财的方式全部都出现了 啊 甚至呢 我们看到很多家庭里面这些子女啊 都被服侍掉了 啊 所以佛奖这个财富是五家通友啊 啊 五家通友就是这个水火盗贼啊 有这种水火自灾啊 有盗贼啊 现在这个盗贼很聪明啊 都不用上你家去偷 啊 在美国这个平方里面动作手脚 这个电啊 这个手机里面动作手脚 或者是人家懂什么这个 这个窃取这种啊 这个银行密码的这种钥匙啊 或者是啊 开发去一个什么病毒 啊 他一夜之间你的几千万 你的上百万就没有了 进入他的账户里面 你现在抓都抓不住 啊 盗贼还有这个冤家在主 冤情在主 最明显的这个冤情在主 就是自己的子女 那有些都是来被你家的 那你是逃不过的 那你还偏偏又疼他疼得要死 啊 然后呢 财败完了人不见了 啊 另外我们看到有些这个是 啊 有些证实 那你这个他一张纸过来啊 一个网款过来 你辛辛苦苦积攒了 多数年的东西 就没有了 那所以五家通有 那么所以对于这样的贪病呢 啊 佛告诉我们 在这个时代 在当下啊 啊应该是要过简单的生活 要过知足的生活 一定要知足才能常乐 啊 你这个贪 贪欲越大 自己过得越辛苦啊 因为他贪是永远没有满足的 所以我们看现在有很多这些 比较明理的东西方社会 这些有财富的人呢 他都裸捐了 他所有的财富赚到以后 他把它全部捐掉 回各个社会 他知道这个流下都是祸水啊 甚至都会对自己的子女啊 对自己子从后代都是有祸害的 啊 所以呢 这个是佛告诉我们 我们这个众生效的一个第一个 啊 这个贪嗣大病啊 要过简单知足的生活 第二个啊 佛谈到这个是 称恨结冤啊 冤冤相报 冤相报 何时了啊 就是由于我们这个 内心里边有这种奉恨有不平 或者是有称恨有嫉妒 那么很快呢 这个就产生了这种称恨的 有称恨之心啊 有称恨之心 当然会生啊 就会生气嘛 就会发露 那么有了露呢 就会有震 就是震恨他人 震恨他人 恨意就产生了 这个啊 看到对方就不想见面了 不想见面到后来就是 也是变成疾病了 尤其是这些女性之间有时候 这种啊 会这种嫉妒心生起乎啊 只要看到这个人啊 或者是听到这个人啊 这种名字啊 脸色都变掉了 那扭头就走了 那么像这样的这种冤赠 冤恨呢 一转世 它就逐渐来及 就变成了大的这种冤恨 大的冤恨 大的冤恨生起了以后呢 啊 啊 你越不想看见的人啊 下一生肯定会跟着你 啊 这就是神事的牵引 互相牵引嘛 啊 自然特实负责相力 皆当对生 那这是佛告诉我们真相 因为这种冤恨啊 如果对生就是互相直接不见面 这种冤恨是消不掉的 他只有见了面以后呢 才能够去冤冤相报啊 因为你恨他他恨你 见了面才能够打架啊 或者见了面才能够互相骂啊 才能够啊 啊 把这种夜成了了啊 了了以后 但是了业的同时 我们知道 新的业又生成了 新的业生成以后呢 好了 男生又离不开了 啊 所以我们看到 为什么有些夫妻叫 啊 欢喜冤家啊 接了婚以后是吵了一辈子 啊 一辈子想离婚就是离不了 啊 有些兄弟之间也是 姐妹之间也是啊 朋友之间也是 那就是冤家啊 就是因为过去的一点点 这种冤症不平的心啊 生起这种冤症 累积累积到这种 龙转的过程中 龙活的过程中 啊 这种转成大的冤恨 大的冤恨呢 他肯定是互相要发生冤恨 要啊 要发泄出来 发泄出来 然后在发泄的过程中呢 又造了新的义 所以呢 佛对我们这个 称恨的 给我们的药方啊 啊 就是心药之类 尤其是我们明理之人啊啊 清闻佛法之人啊 这次我们是有智慧之人的 知道这些东西是我们与生俱来非常厚重的习气 那么这些习气呢 那么这些习气呢 每一个来到这个世界的众生都有这样的习气 都有成恨心 都有基督心 如果说没有这样的心呢 我们不是不会生在这个世界的 所以知道这一点以后呢 心要起慈悲观念啊 就是对方和我们一样也是轮回的众生 那轮回的众生 虽然我们要有同理心啊 想到自己也是轮回的一员了 在这么造业相取以后呢 永远就没得出头之日了 所以呢 要有和 要能够要想到对方要相合 这边要结缘结仇 要把人的结缘 冤恨要化解教 互相之间要宗敬 我们对不认识的人都要宗敬 何况对我们的家人亲人 对我们的朋友啊 还有那么大的仇恨 那不是仇恨越接越深了吗 所以呢 要慈悲合尽 这个是化解冤恨的一个方法 这个是处理之道 那么第三个 诗中这里谈到第三个就是 鱼吃颠倒心塞地毙 鱼吃颠倒呢 这个是鱼吃 吃在哪里呢 吃在不信做善得善 不信回道得道 不信人死更生 不信会失得福 是不信 所以鱼吃 那么因为不信 所以呢 他这个做善做恶 善他是做不起来 他没有动力做 恶呢 做得很有劲 因为他对于这一切的因果观念都没有 一切的融会观念都没有 对佛所教导的处理之道 生不起信心 那么对于佛所教导我们修善的方法和修善的途径 以及修善所得到的利益 他也是生不起信心 所以呢 他会肆无忌惮地造恶 并且造恶的过程中 对于佛的言语也好 父母事长的圈梭也好 善友的圈梭也好 完全不相信 所以根本没有这么回事 那么这样就非常可怜了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太和称啊 包括这个五恶 如果说谈根源的话 都是愚痴 愚痴所产生的 所以为什么说学佛是学佛的智慧 就是把这种愚痴解除了佛为我们点了一盏灯 我们才能踏进方向 知道我们应该怎么做 我们应该怎么说 我们心里应该怎么想 不然的话 我们眼前是黑暗的 那么造作啊 言语啊 这种心里面的想象 都是不正的 那都是在恶业里面 六道里面的灰 那么这些啊 要以对于这种愚痴之人呢 愚痴所做的 做众业之人呢 一定要 我们要以生性因果作为基础 所以这个因果 我们看到这些 这里佛在这里谈到这些现象的时候 谈得非常的详细 这个之前我们看到很多的经典里面也是谈因果 但是像这些啊 谈到谈生之三读里面 和这个无恶无痛无上里面谈因果 这些因果事理的现象 佛解释的这么详细又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的讲 那三读讲完以后 佛在劝说我们要生性因果 那么五恶每一个讲完以后 佛还是劝我们要生性因果 你仔细去看的话 三读讲五恶是八次 那你再看看后面含在全部下来 那你就知道这种作为佛的这种慈悲啊 你能够感受到他看到我们含在这种六道里面 我们会依旧眼睛蒙着后部在肆无忌惮造业的时候 他心里面就低血了 因为怎么喊都喊不起我们 那么所以这种愚痴的人 因为他不相信这些人 所以他才去做这些人 那么做的过程中呢 他又以为自己是很有智慧 所以这个就要去救就非常非常的困难 所以能够相信因果 能够相信佛语 就说明这个人还是有救的 肯定能够回头的 有希望的 那么我们看这个 这个看穿吃三毒佛述出完以后呢 就可以是讲无恶无痛无烧了 那么首先是谈这个沙暴 沙僧之业 沙这个其实这也是我们与生俱来的这种喜气啊 都是我们的病 这种残黑他人之心 或者是以强凌弱之心 残黑沙禄以强凌弱 这个非常自然的 这个一个小的动物 一个小的蚂蚁 一个小的蚊子啊 蟑螂啊 比自己弱的嘛 你看到以后就想把他拍死 尤其是他侵犯到我们自己的地盘以后 爬到你的床上 爬到你的桌子上啊 看着成能心 然后呢 撒心就去了 所以呢 这些是我们每一个众生都有的 就是这种杀念 它因为它轮转了很久 它非常容易生起 那么有这种杀的杀禄的行为 自然就有这种杀禄的果报 所以佛在低恶的中间 可以谈到这些贫穷相见啊 乞丐孤独啊 浓忙阴阳啊 愚痴必恶啊 乃至这个王狂古代之书啊 这些精神不得正常 谢斯底里这些 现前有这种 在人道里面有这样的众生 都是过往的撒业所感 就是撒业造作众多 然后呢 入三恶道 刚从三恶道里面出来 到了人道里面 人道里面 它的果报就是如此 那么相对的 像有这个宗贵豪富啊 刚才明达啊 都是由于俗世的慈孝 慈孝所致 修善积德所致 所以呢 对其他众生 对弱小众生啊 这个 这种残配之心 杀戮之心啊 这是我们感受 恶道的 最直接的业影 那么我们如果到 尤其是我们如果出生到 我们杀了人家 来生肯定要被人家杀了 这很正常 也很公平啊 所以呢 所以呢 对于这些 我们生起这种杀害啊 杀害他啊 其他其他人 或者其他众生这种心啊 要有这种慈悲心啊 慈悲心要生起 这个是对质之道 得人生不易啊 啊 这个一切众生 他也都是非常爱护他的生起的 一切众生都是 是胎生怕死的 所以你看那个 基灵死之前要那么挣扎 猪灵死之前要那么挣扎 羊也是啊 都不愿意死啊 那么我们杀害这些众生呢 那么肯定来生会有恶报现行 那么从另外一条 如果说我们以菩萨的心配 学习菩萨的心配 是一切友情众生 都如自己的父母兄弟 所以我肉众生肉 在我们在吃其他众生肉的时候 我们可以先养一口自己 试试看 自己会不会痛 那如果说是我们也会痛的话 你可以想到 那也是我们吃的是人家的心体啊 有些人 我可特意特别喜欢吃什么心肝脾胃肾 你想想看 你把你的心拿出来 肝拿出来 肾脏拿出来 咬一口试试看 要有同体心啊 慈笑心 菩萨是以相子之心对待一切众生 难敢下口啊 难敢去杀啊 所以慈笑是对质杀心的良药 好我们再看下面 那么第五个众生相 我谈到这个是都无义礼啊 常回道心啊 从这个撒谈完之后呢 就谈到 这个 所谓这个世间的众生呢 是都无义礼啊 不详法度 教舍 舍您教证 各欲愧意 任心滋滋 跟相欺货啊 心口各意 言言无识啊 宁谈不中 巧言愚昧啊 既贤傍善 谢人约亡 就说这个 道心啊 就是把好东西占为己有之心 把他人的东西占为己有之心 也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众生 共有的特性 可能有些地方的众生呢 这种道心会彰显的比较 啊 比较突出一点 有些地方呢 由于这个 法律制度的完善啊 可能会这种道心啊 他长时间啊 这个 这个坚持下去以后呢 道心它 升起的比较小一点 这个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 有时候这种言行政法 它也是有好处的 那这个道心大多 你看为什么有贪污啊 这是因为道心 那看到这些钱从自己手边有 流过的话 他有这个权利 就想抓一些出来 看到他人好东西啊 就想占为己有 那么这种道心 还有就是他 他人的公民啊 他人的地位 或者他人的这些 啊 知识产权 他人的劳动成果 那也想占为己有的 那这些都是道心 那么道心啊 就是自己想得到的东西 他想方设法去得到 那这个手段就有很多了 那么有些他可能会尾声啊 表面装的啊 必要必要啦 心里面其实很想要 那然后呢 背后来就想进各种手段 啊 跟方法得到他 所以这些啊 他会以这种欺狂的方式啊 迷惑他人的方式啊 都是放松自己的欲望啊 这种道心啊 广言啦 施诈啦 甚至我们看到这种 道心都是一般是从熟人开始的 那欺狂啊 欺骗啊 想占语啊 一边都是从身边的人开始 那慢慢慢慢的 然后就扩大啊 到对他人 乃至于我们到对公共财产啊 对国家财产的道去 那所以他这个人性的荣丧啊 都是我们说这个杀俗啊 啊 从这个 杀俗这个战区熟人的财富开始 那么像这样 这个 对着这个道心啊 因为这个也是 我们这个世间众生的通病啊 是大病啊 应该是要多不识 不但不应该去偷取他人财富 还要去行不识啊 因为为什么我们看佛三道六度里边 把不识放在第一位啊 啊 不识你看后面才是直接人入 进进禅禅波罗 不识放在第一位 是因为通过不识这种方式 是能够破除我们自己的五值的 啊 因为这些我们 仿生是啊 这些财富也好 东西也好啊 或者是我们所做的功德也好 我们的名誉也好 分给他人啊 不识给他人 是因为 就说明我们有这个 和他人共享这种财富 或者和他人共享这种功德智慧 有这样的心 那么逐渐逐渐做以后 我们才会感觉到 哦 这个东西其实 对他人 我们也会得到非常大的快乐 我们随着不识的增加啊 这种财富也好 低位也好 或者是我们自己知识的 智慧也好 我们的人生境界都不断提升 我们的我值是不断减轻啊 所以这个对我们的修学上面 是一个非常大的帮助 一个菩萨的不是那就是 到最后是头目老水 身体都要不是 众生有需要 你需要哪一部分 我给你哪一部分 啊 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 这种我贱啊 我脉啊 我自己这种 我们本身这种遗户啊 才逐渐他会相处 那么对于他人的功德 我们也要随喜啊 他人所做以后 我们这种随喜心 赞叹心出来 他人有财富 他人有地位啊 他人所取得各种成就 或者他人所做的功德 嗯 不但没有人窃取之心 债有之心 啊 我们随喜 我们随喜 我们也能得到功德 说几句好话 也能得到功德 这么大的便宜 那有些人都说不出来 心里面嫉妒嘛 还觉得他做了我没做 所以这个要以这种 不思随喜心 来对质我们的道心 好 那么 第六个 在这里是谈这个 邪淫 嗯 邪淫是一般佛在这里 谈到这个 上流啊 最上层的这些大富长者 以及最下层的啊 这些穿衣服都穿不 穿衣不热起啊 三菜都吃不饱 这一类 他反而不易犯 因为这个 车祸地位非常高的人 他有很多是非常有道德的事 所以呢 他不会犯 嗯 最底层的这些呢 他根本没有机会犯 那么反而呢 这个保暖私隐欲啊 就是中产阶级 我们现在说的这个 中产阶级啊 他是非常容易犯邪淫 那么这个邪淫 我们知道在传统社会啊 这个 他如果说是啊 这个 对某个人有了感情 他可以取回家 所以他不犯邪淫 啊 所以你可以以前有气有怯嘛 那现在社会 我们知道社会发展到这个层次 以后都是一个一夫一妻的社会 当然有些特殊社会啊 特殊宗教成为 那么既然有了这样的规定呢 他得有合法和非法的 所以呢 佛弟子要做合法的行为 所以呢 啊 这个邪淫呢 啊 我们知道你如果说 把它放动下去啊 佛对这个 弹邪淫的时候也是弹得非常可怕 啊 因为他一般啊 自己的妻子不喜欢 或者是自己的丈夫啊 厌恶了 以后呢 他去私通 那么私通本身 他自己好送加财的过程 啊 不管呢 那本身也是不合法的 那么 那么甚至这种欲望的此机 到要加大此机量的时候 他甚至会有这种穷奇性的性行为 那这个佛在经典里面都谈到 嗯 甚至呢 这个有了这些行为以后 有时候呢 又要互相吃醋 就打架 那甚至 我与国之间 甚至为了增一个美人啊 甚至是信兵相罚 所以呢 就是为这种盈欲所犯的各种各样的过患 是非常严重的 啊 所以在这里啊 这个 我们一定要有这种节欲 那这个欲望在正常的我们啊 啊 夫妻之间也要有节 啊 所以为什么菩萨界有啊 啊 十哉日啊 六哉日 十哉日 就是十哉日 六哉日 这个是啊 要清净首诫的时候啊 啊 佛菩萨的圣诞啊 出于十后 这些都是要清净首诫的时候啊 那么 首诫也是我们 我们防啊 防护我们的这些啊 啊 犯这种行为的一个最基本 啊 这个借首诸了以后 我们身心才能清净啊 啊 我们的这种身心清净以后 我们这种自信心也就起来了啊 啊 这种 我们知道 这个本身也是我们一个非常厚重的孩子 那所以正常当时看到水火二河啦 这种火河就是我们的称称心啊 啊 水河就是我们淫欲心啊 它经常会自然不自然的就从我们的念头里面出来啊 啊 你也不用去想 它自然会冒出来 这是因为我们在龙转的过程中 这种习气太久了 与生俱来啊 啊 这个世界本来一切都是有阴阳的 啊 那么像这种行为啊 啊 所以呢 时时刻刻把这种守戒啊 把这个戒律啊 尤其是这个不嫌疑放在我们的心里面 啊 知道这个是不正确的 啊 知道我们有这种念头的产生了 这种淫欲念头 它是仗毙我们的智慧 啊 因为这种一起来 恶念 这种淫念一起来以后 这种其他的这种智慧的这种心念啊 智慧清净的这种信心也就生不去的 啊 所以呢 所以呢 一定要以节欲啊 守戒 作为我们破除淫欲啊 邪淫 啊 这个过放弹牢的方法 好 我们再看这个第七个中生像啊 啊 就是佛谈到口叶了 那么口叶这里佛谈的文字很多啊 所以这个我们在讲述的时候呢 也讲的比较详细啊 因为这个一切恶事虚妄为本啊 这是涅槽 这是涅槃经里面佛所说的 为什么呢 啊 为什么说一切恶是虚妄为本呢 他说一切恶业 啊 一切恶业是从造口叶开始的 人性的堕落 那我们一个人由善转恶 这个造作众口叶是一个转折点 那么这些两舌恶口 妄言其余他在造作的过程中啊 活动有非常深刻的东西啊 就是因为他心里面因果观念的代表 那么修持善业 修善守善做善的这种力量小 所以呢 他才会有这种口叶的产生 口叶产生呢 一个人讲他觉得力量不够 所以呢 要究极一群人来讲 所以这个就是造口叶 非常明显的一个特征 转向较力 共为众口 所以 强迫离间啊 恶不毁道啊 妄言的欺骗啊 发言巧语啊 或者毁宁毁道的语言啊 然后这个看到别人啊 参加兜了啊 好人之间 朋友之间 团体之间啊 给他这个 本身 嫉妒人家好嘛 然后就是 这个造作个这样的口叶 然后看到人家分开了 这个团体搞乱了 好 他觉得自己得逞了 看到人家做善心里面 也是生嫉妒心啊 不生欢喜心 当这个自己得逞以后呢 就像我们说这个纵火犯一样 他把火一烧起来 自己跑掉了 躲在旁边 雨旁快血 心里面在暗着漏 所以这个就是 非常非常重的恶行 所以你看在十恶里面 口叶就占了四恶了 如果说是我们再分析一下 跟其他的恶你看 如果十恶是百分之一百的话 我们看 我们自己算一下 我们是一个好人 还是贵人 你看十恶里面 我们站了几个 所以为什么这个佛不在讲 我们这个世界的众生啊 举心动念 无非是罪 无非是恶了 佛绝对不讲假话 所以我们听到有些人口口声声 我是善良的人啊 我是佛弟子 我是善良的佛弟子啊 约着这样讲的话 我心里面有答几个问号 那么造作口叶重的人呢 佛在这里讲 他肯定是不孝顺父母的 因为这个是有为父母的语言啊 也是轻慢思长的 因为他口叶造的重的话 他对自己的老师啊 对自己的这些善友啊 对自己长辈啊 他也是不放在眼里的 所以我们看到有些造作 种口叶的人啊 有些家庭里面 有些寸子 会搞到这些子女之间啊 有些子女会造的 搞到父母之间啊 那都是造作 口叶搞到家庭里面 是乱一团脏的 当然有些父母也是 他口叶也是很重啊 搞到子女之间也是不合了 都有啊 所以这个 这样的话 他的朋友啊 他们这些也是没有信任的 他在恶友在一起造口叶的时候呢 造得很过瘾 但是互相参与 因为互相参与 因为互相参与 知道这个是编导的故事嘛 但在造口叶的过程中呢 他又以为自己有是有道德之人 所以这个就是佛在前面谈到这些 恶业之人啊 恶行之人 他自己有他自己一套思维逻辑 他有他自己的世界 他总认为自己是对的 所以呢 造作口叶呢 到了这种不知羞耻的地步 唯恶不耻啊 因为这个他人性急剧堕落啊 所以呢 他惭愧心完全都没有了 那么在这里佛也告诉了我们一个真相 就是你造作这样的土业呢 他本身所修集的福德啊 俗世的福德很亏的耗尽 那甚至我们看佛在里面谈的是 加速度的耗尽 那么耗尽以后的这些 本身在他身边 护有他的暗中啊 暗中会有他这些善鬼神啊 或者护法神啊 或者是佛佛祂的远离了 那么远离以后呢 当然这些恶鬼恶事就出现了 恶人就出现了 从他然后造作恶业的口业的过程中 因为他刚开始造啊 大家以为是真的 后来大家发现 噢这个人说的原来是完全是假的 不可信啊 那么当大家发现这个事实以后呢 大家都远离他 所以他最后就是顾家宝人一个 这个就是佛在这里告诉我们这些 口业的过患啊 所以呢口业一定要投入品啊 不然的话我们所做的做 本来是做的这些善业就不多 然后你嘴巴咬一咬就咬没了 这个是很不值得的 应该要出口出善言语 所以印族也得谈到你这个 好不容易为人了 好不容易亲吻到佛法了 好不容易能够体认到 念佛之道的可贵啊 就这个说 含不守口义 含不造作善的言语 含不读念佛 含去造作这些恶言 恶行恶言 那是太亏了 太冤枉了 好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 邪界无信万恩福义 这个 说世间人民 悉意泄渡 不肯作善 置身修业 家事劝输 既含空谱 父母教会称不录应 言临不合 威力反逆 譬如愿家 譬如不如骨子 那么这一个里面是佛谈的是 有这些饮酒啊 称恨啊 因果观念淡保啊 这个邪之邪见 然后呢 造作各种各样的恶业 那么这种邪之邪见呢 当然还是一个前面所谈到的 愚痴 愚痴门壁 他不信祝佛的经法 不信呢 修学解脱之道 可以处理生死 也不信呢 有生六道龙魂 不信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但是呢 这种因果报应之道 他是肯定有的 只要我们做了 肯定会报 不是不报 死间未到了 死间弱道 一定会报 所以呢 对于这些邪见之人 这些他也是对于自己父母亲啊 这种养育之恩 他都没有丝毫的感恩 所以呢 做父母的 都会把这作为怨痴 作为这个 非常心里面非常的怨症啊 说生了这样的孩子 等于不生 甚至呢 你看我们看到佛在里边 用的这些词啊 用的这些词啊 所以这些 由于他这个到处啊 又对家里面不关心 对父母亲不孝养 又到处举罪 然后呢 借了这又不还 做了恶以后呢 又牵连到这些家族里边的人啊 亲戚朋友啊 亲戚朋友啊 希望这个人快点死掉 所以因为对大家造成这么大的 这种伤害和这么大的过患 那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都是由于他这个邪见 英国观念战斗 真正要是生气英国的话 他肯定不会有这样的行为 真正要是对于佛所说的这些言教啊 有一点点的相信的话 他也不会有这样的行为 那所以对于这样的这些众生呢 应该要教导他啊 应该从我们自身 如果有这样的问题的话 我们应该要想到 从知人帮忙开始 那从这些感知自己的父母恩啊 师长恩啊 身边这些朋友造友之恩啊 嗯 然后呢 从信英国开始啊 还是要从信英国开始 那么如果信英国的话 它是有救的啊 不信英国的话 这所做的仪器呢 都是没有任何利益的 那么谈到了这些 我们这些世界的众生效以后 佛让我们怎么做呢 那么首先啊 我在这些经文里边在前面谈到啊 这个在这个世界啊 在这个世界啊 行善是非常宗贵的 为什么呢 因为十方世界呢 其他的世界呢 净土多 众生做善的多 只有我们这个所有世界的人呢 只有我们这个世界的人呢 行恶的多 行善的少 不要问为什么 我们都是一样的啊 这是互相感应 互相感张 所以我们才会生在这个心球啊 我们才会生在这个时代啊 不要去怨人家怨我们自己 是我们以前没做好 那么所以呢 佛劝我们说 一定要在这个世界 多做善 这个从子恶开始 先把恶业子住 那么我们的恶业呢 这些从我们的身口 一言行上的恶子住 再去做善业 才会有基础啊 不然的话 这些恶子不住的话 这些善都流失掉了 漏掉了 那么第二个呢 我们看到这个 释迦是从这个世界硬化 因为他带着这样的大悲悯 大慈悲心啊 大慈悲心啊 因为看到我们的这边作恶 我们有这么厚的习气啊 有这么重的白老啊 作恶呢 做得不亦乐乎啊 又不想处理啊 所以呢 他才一次又一次 一次又一次的硬化 希望我们能够 离开这个无恶 才能够啊 不要造作无恶啊 不要得到这伤化 不要得到这痛化 所以呢 我们非常信心佛有 指给我们方向 但是指给我们方向呢 所有的行为 还是要我们自己去做的 所以呢 选择是在于我们自己 路是自己走的 佛菩萨是给我们指方向的 佛菩萨不能带我们走路 饭要自己吃 路要自己走 我们自己吃了自己是不会饱 佛吃了我们不会饱 佛吃了 佛菩萨吃了以后是他 是他的事情 是他的功德 是他的行持 所以他永远无法代替我们 那么尤其是像我们这个时代 我们选择 选择正确的选择 我们都是成年人了 我们都是大人了 我们不能现在还说是 我是小孩子啊 我们可以说话不负责任了 我们做事不负责任了 我们每说一句话 我们都要想到是要承受后果 所以我们有说话的自由啊 但是呢 有多大自由 都要承担多大的责任 有多大自由 都要承担多大的因果 那么我们的行为也是如此 所以呢 选择权在我们自己 这个因业善因业恶 是进入光明还是进入黑暗 这个佛已经把路给我们指的非常清楚了 怎么样去做 是对于我们自己要怎么样去走 那么这个时代呢 做恶又是一个非常容易的时代 由于周围环境的影响 和我们本身习气的事 所以呢 佛在这里不断的劝灭我们 所以不断的劝灭我们 要独作众善 所以这个独作众善 在上次我们也谈到 这个是要有这种大丈夫的气概 要有这种智者的高卓的见解 如果说是没有超人的见解 他这个独作众善他是做不出来的 因为看到周围的人大多都是我 那我们随波逐流好了 他是做不下去的 但是如果说我们发现周围的人 这些恶业恶行同事也好 或者是团体里面也好 大家发现这个他是有问题的 和佛的经典里面是不相应不相互的 那我们要有超着的气概 我们一定要自己要做对 不要去讲别人或者管别人 那么如果说我们能劝就劝 劝不了是我们自己福的不够 人家不亲我们的 那我们就修好我们自己 所以独作众善 解脱的也是我们自己 得到利益的是我们自己 那么当然最后我们看到这个佛 对我们的开始是 要精明求悦积累善本 精明不是做人很精明 这个精明就是说要有智慧 非常的明确要专一 把往生净土 求生净土 作为我们为此为大的事情 把两生托死 作为我们这一生为此为大的事情 那么在为此为大的这些事情 我们知道了以后 我们这一生我们的身口 一言行都要规范起来 不要像有些人 总是讲的说 啊 进度很好啊 我也想去啊 念佛我也在念一千一万圣佛号 还告诉我 我给你念了一万圣 你念的是你的 跟我有什么关系 但是呢 自己的心念里面啊 这种念一念都是邪恶的 那所做的一业都是魔业 所以心念一定要正 心念一定要正 就是往生净土 求生净土 求悦 这个是我们这一生的目标 非常坚净 这个善导大师说的 当热气也能在我们头上旋转的时候 我们都不能放弃 但是呢 我们自己这种梅念 我们要制成了 真的是要以处理生死之心 做这些事情 让我们的善言 我们的善行 我们的念佛也是如此 这种制成之心 才能够和佛念念相应 心心相应 如果说是我们嘴巴里的念佛 口里边说是要往生击荒 但是呢 这个心念是喜的 心念里边还念念都是死非啊 念念都是他人的错误啊 念念都是整个世界要围着自己爪 那你这个印度当然 英瓜大师说的 你不要说是求能西方了 你做梦都梦不到西方 所以呢 我们自己的念头 一定要大家要证 一定要证 把我们的心念规范起来 把我们的言行规范起来 真的是要以至诚恳切的心愿 所以在这里我劝说我们说 虽然说这个时间是 最古墨的说觉得有几十年 但是相对于我们这个无量节的生死流转 这个仪式的时间几十年而已 非常非常的短暂 真的是相对于无量节的流转 就是意义弹指的 那么这一谈之即使我们再辛苦 那在这个生死长河里边 这是一刹那时间 但是只要这一生的辛苦之后呢 那么我们只要生在西方极乐国土以后 这所有的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 所以呢 佛圈我们一定要精进努力 求心所愿 千万不要疑惑也不要忠悔 就是忠途不要放弃 不要放弃自己修学的路 那么这些我们在今天呢 就把这个前面 释迦世宗在讲述完西方极乐国土的殊胜之后 看到他知道我们现在这些众生的毛病 因为在前面只讲到这些西方极乐世界 每个人都思很像 但是呢对于我们眼前这些习气 又个个都支持不舍 放不下 所以呢对于我们的贪嗔痴 对于我们这些恶行 恶言恶行恶意 做了一个非常透彻的分析 让我们真正的抛弃自己 自恶修缮 那么自有这么做的时候呢 我们这种念佛这种信心啊 才能坚固炸下来 我们修学这种净土的资量才真正能够冷击起来 不然的话我们所修的可能都在有我们这种心念不正的时候 或者说我们造个口约的时候 或者我们这种台语称非常重的时候呢 这修极的功德呢都有掉 然后呢念一念都是这种非常恶的种子 恶的习气啊 都能盖过我们念佛的念头 所以为什么念佛 有些人念佛念很多年 总是觉得没有收过 越念甚至觉得习气越重 成分越重 就是因为恶没有止住 所以这里我们就是对于这些经文 这些经文像这个五恶五痛五伤的经文 我们下去以后真是要多去多读一读 然后读一读呢 每天真的像镜子一样照一照我们自己 这个里边所说的这些叛成痴 所说的这些五恶五痛 这些以及来生的伤暴 就是我们自己 我们想到如果说是我们这种心念不转变 如果说我们这种制成求生净土的信愿不建立的话 我们来生肯定是在恶道里边 绝对是逃不出这些因果的大老 好 那么我们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次再来学习后面的内容 好 我们大家再来回响 愿引力之士观德 观野和净土 上大四重安 相继三佛佛 若有见能德 吸发佛气心 尽此立法身 能生极乐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大家晚安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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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